要追訪 追訪一些議事廳裏面 疑似 我們唯有這麼說 例如疑似 執行這些職務的行政主任 那些行政主任 難為到尷尬地追問他們 究竟你在這裡做些什麼? 我不方便接受採訪 然後呢 偷偷摸摸線占叔叔 做那個人 都覺得自己 未算十分光明正大的時候 你不要攔位他們 如果你說 他們記下的資料 也不是什麼私隱 車輛線是移動 算是適合行政主任 但既然你覺得光明正大的 你去給大家看一下 他會不會給大家看一下? 也不會的 你問他在做些什麼? 他又不敢跟你說的 全部是不正面回應的 在做那個人 都覺得自己 都不知道說不說給你聽 那些人不要攔位前線同事 所以我不是說不要攔位 他們不要做的嗎? 那些人不要做的事 一向政府官員不替他發言 都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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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 你不要講話 提升到這個層次 我覺得 我們或者我們的記者們 同業們都不要攔位他們 Vehicle head is moving 不知道他人會不會覺得你做這份工作 是阻礙公職人員執行他的職務 大家明白 我要小心處理 因為現在是依法了嘛 辦事 就真的大家要很小心 事實狗仔對這份工作 你問有沒有AOEO好想做呢? 沒有的 我都提過了 當年你服侍大哨的時候 不是服侍 跟著大哨的時候 更辛苦的被人罵 但是沒辦法 政府要做 你的份量包起來 可以怎樣 要是立法會裝Camp 厭密地 裝了所有的Camp 就不用煩了 一個人 負責所有的Camp 那誰出 誰入 這樣就行了 其實也是說貨別 現在可以哪用 哪用 哪用Facial Recognize 你試試這樣 你死不死 立法會發這些東西 那私隱專員公署 說沒問題的嘛 他說放小狗仔都沒問題的嘛 那如果放人來看著你 也沒問題 那放Camp 有什麼問題呢 我又見不到 道理是哪個問題 那不用人做機器做就行了 那就不會令到大家這麼煩厭 這麼煩 所以我也是那句的 如果是 不要難為行政主任 就直接不要叫行政主任 執行現在的工作 請了一批新的 你知道是 哈哈哈哈 請我們記者革界的朋友 反正大家都做開的 除非 因為阿聰之前也提過 你現在就推翻整個玩法 就是根本就不需要有人看著他們出出入入 不用有人推出的投票 你一天就借西環的力量 如果真的要達到這個目的 那我覺得 建制派自律一點 就是建制派有頒獎的 他們自己有個體系的 那你自己做個狗冊島